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禅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现在这个时代 一人一手机 基本上有几部手机都不顶 可能有几个不同的电话 或者几个不同的需要 工作也好 家里也好 什么都好 对于电话这件事 真的是手提 智能手机的应用 太多Apps 或者很多不同的服务 都叫扔着手机 所以不见了的话 一来就很不方便 二来有很多的美好回忆 WhatsApp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 或者什么短信 最重要当然是 拍了的照片 更加是 值得去珍藏 真的叫做可一不可在 因此 大家 在香港也好 在不同的地方也好 都会有机会 不见了手机 所以大家就要看紧 但有时意外意外 以外意料之外 我发现 有一位女士在情人节期间 去了日本北海道旅行 在买东西的时候 怀疑被大家衣 还拿了手机 后来再看相关的不老电视影片 原来对方的疑犯 还要是香港人 话说这位姐姐 她的事发经过当天正正的情人 去了北海道的白之恋人的工厂 店铺里面买东西 大家参观完之后都会去买 这个是必备的 其实老实说 东京的机场都会有免税店 最后可以给你充斥 价钱会不会差很多 这个就不知 因为免税 当然是值得的 挺好吃 她不小心把那部iPhone 15 Pro Max 哇 真是贵的 皮椰一部 就留在收银机桌上 可能她是想收钱也好 拿证件也好 因为可能有退税 这样那样 这样那样 就不注意了 放在收银机那边 那哪个他对手机的呢 原来正正是身后的客人 这个人相当贪心 很明显地 你看着他 或者很大机会 你会发觉 咦 为什么我面前多了一部手机 是不是之前那人赖下的 起码即时就叫人 拿回去就好一点 是不是 那她那个 贱格和狡猾之处是怎样呢 她首先 就拿自己的手机 遮住这位阿姐的iPhone 15 Pro Max 遮住了 好像打麻将 你把牌放在上面 连下的一只都拿了 连下的两部手机就放入自己的手袋里面 那她付钱的时候 用这个 电子支付 Apple Pay的那些 估计有机会是这样 那我想这位阿姐 她也记得或者认得 后面的 顾客 可能是香港人 因为她说广东话 可能看到一些行径等等 可能知道她是香港来都不行 或者大家会不会 有旅行团来到呢 因为白枝链人的工厂有很多旅行团会是必到的景点之一 话说 之后 铺铛 就看回 电视 也录到 全国的犯罪过程 说她自己在日本报警了 亦都尝试 把手机 遗失模式 写回一个 重臭 希望对方还回手机 给她 谁知 没有回复 老实说 日本警方会不会去捉人 去捉人 去捉人 会不会去到相关的酒店 报 似乎 未见 还是找不到 还是当日已经走了 不知道 也透过 后来这位姐姐 回到香港 时用 寻找iPhone的功能 发现 这个人 真的 没记错 是香港人 还说手机的位置 在日出康城 某一旗 某一座 因此 他又出了贴 去到求助 即是说 我在厂里 录制你的过程 还是什么 亦都知道你是 谁 或者是 什么 希望你 交回给我 有些人就问 如何查到多少楼 多少室 还是什么 有些人就说 叫他不要仁慈 还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要 爆出那个人的样子 我们不知道 那段影片 日本方面 有没有给他 他有没有对着 不露电视 那个视频 那个屏幕 去拍 这个我们不知道 就算拍了 也都未必清楚 你放了他的样子 可能清不清 一件事 他认不认 也是另一件事 就算是他 或者是什么 网络上 起底 供他的样子 行不行 会不会他涉及到 一些违法行为 这也是很麻烦 说一下 以前 都遇过 类似的 一件 这样的事 那个范围 还更加 小一点 你现在 看到 日出康城的 其中一座 又是有朋友的 家人 不见了手机 然后又想去 相关的地点 去找 又是找那些 闭路电视 但是又 拍不到 然后好像很神秘 不见了 又希望 对方会 开机 终于 他有一天 就叫做 开机 因此 就知道 他的位置 在哪里 原来就发现 在粉岭 的一间 村屋的位置 如是者 大家报 天罗地网 就叫做 过去 找 报 他们 亦都去到现场 跌跌跌跌跌跌 用这个寻找iPhone的功能 亦都真是 很近很近 就知道 这一座 三层高的村屋 就是 报机 收藏的地点 好了 如是者 大家都应该 想到结果是怎样 就是 报警 当报警的时候 我们就满心欢喜 等警察来 不过 警察就说 对不住 我们帮你不到 何解 他说 因为 这一栋 有三层 三层也有人居住 我们都 不会知道 究竟是 在哪个单位 也在哪一层 因为他不是 逐层逐层 都找到 只不过 好像 有一个 由高空 看到顶 那样 就说 你部机 在这个范围 到底是 放在垃圾 草丛 地底 或是哪里 会被人挂了个洞 卖了一部机 这个不知道 所以 就绝对 不会帮你 贸贸言 申请搜查令 入屋 全线大搜查 原来是这样 是不会帮你的 所以有时 看到这些 是挺惨的 明明近在此尺 但是 那个人不肯交出来 或者你找不到 他 都没办法 警察 都没办法 因为 他法例所限 他不能够 攻进去 如果这个就更糟糕 日出康城这个座数的话 玩一下手 有20-30层 我怎么知道哪个单位 是吧 你说Apple的耳机 都说好少少 因为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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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试过类似的情况下 跌了一部手机在自己的车底 我意思是在坐车的车底 在座位也好 我也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 试试按一按 听一下自己部机的位置在哪里 我都听了一会儿 用手摇摇摇摇摇了一会儿 我才能找回部机 车厂里面又不是大家车 你以为是小巴吗 是私家车 都这么难找部机出来 所以是挺难搞的事 你预许他不给你 你都催他不涨了 甚至乎你这样爆了出来 日出康城哪一座 我想他可能带了一部机 走回去或者关掉他 当然你说锁了部机之后 再卖出去 就很少钱 什么拆骨 还是怎么卖的 这个是一件事 他是不给你就不给你 就算有重酬 他真的扬了 你知道是他拿了你部机 等了一段时间 你不愿意给他 那你还是当他拆 就算是重酬 也是这么说 不过 如果有幸 这一节 给他拿了那部机的那个人 你能不能够尝试 大家有一个下台街 你找个第三者 来给他 重不重酬 起码大家不要再追下去 当然 这件事在日本发生的 又是在香港报警 那行不行 那过去在日本盗市 那可不可以呢 这个就 拗头了 因为你说他 他用电子支付 就知道是哪一个 他也可能会带你 你日本发生的 是不是 干什么 一起飞去日本 可能会这样的态度呢 再者 据有些社交媒体 都好像说出来的 还说 拿去那部机的那个人 是一个 港妈 这样来的 疑似是呀 带着个小女儿 一起去排队 去买东西 或是什么 在白智乱人那里买 这样的话 你自己都不能够以身作诫 做好这些东西 还要贪心 拿了人的手机 你自己就将心比心 如果你不见了手机 其实我都见过很多 有些妈妈都说 不见了手机 里面有些很珍贵的照片 有多少多少 希望拿到手机 肯给他们 我觉得有时的东西 就倒转了 今天你拿人的手机 第二天 可能你的手机 不知道有什么事 没有了 这样也不顶 跌了 跌到海 或者被人偷了 或者意外爆了 还是怎样 这个我说不了 所以有时的东西 因果关系 我觉得就 不要这样做 不过 怎样都好 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 哪怕去到一栋 小小的村屋 警方原来真的不能进去 帮你全线大搜查 所以有时都挺无奈 就是这样 好 今次先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